我们接下来要打开我们的Adobe Adobe Premiere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开始 然后所有程式 接下来从上面往下来去找 Adobe公司在这里 它一定是在 就是最上面 A开头嘛 Adobe的 Master Collection CS6 接下来麻烦 从上面往下找 这边有一个 Adobe的Premium Pro CS6 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择这个 New Project 这新的一个专案 为什么叫新的专案 不叫新的档案呢 因为这个专案 这个等于说 这个影片剪辑专案呢 它里面会包含 好多形式的档案 Hello Hello 同学 同学 等一下哦 等一下 你不能用那个 就是说 哎 假设你会 然后影响到其他组的同学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第一名 这个战术呢 暂时不要在我们班上使用 因为我们还要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一套 大师级简片软体哦 好 所以麻烦请你 就是 就是那个仔细的听 这边 这个不叫专案 它是用什么 几个档案 例如说素材 有音乐 有图片 有影片 很多个档案所构成 一个大的专案 好 所以它是用专案来去命名 new project 好 请点new project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video就是影片 影片我们的显示格式 显示的方式是用timecode 就是时间轴 我们通常会剪辑是依照它的十分秒 影格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时间轴 时间轴 请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预设就是用时间轴 但是还有其他种就不跟各位分享 这边时间轴 再来麻烦请你指定到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因为很多同学等一下不知道自己的影片剪好的影片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先设browser 点选那个浏览 这个就是浏览 浏览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点 请点 例如说在c点底下好了 c点 请新增资料夹 这边不是有新增资料夹 好 新增一个资料夹 假设今天的日期 2018 02 02 例如说pr好了 好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名称都可以 或者是 我们刚不是已经建立一个资料夹了吗 好 我们就刚刚已经做好那个资料夹 我是放在c点底下 对应该就是这个 我刚刚做的 我刚刚做的c叠底下的这一个这应该是我刚做的 好 就这一个 然后快速点两下之后选择资料夹就好了 好 然后点选ok 点选ok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选择是 就是要不要覆盖 好 现在继续点这个ok 不过我要特别跟你讲一下 因为以前啊 我们很在意的是那个输入的装置 db就是数位摄影机 现在我们几乎都很少用db来去做输入器了 几乎都是 比如说手机拍好 然后再把影片 会入到我们的c叠底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点选ok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之后 你先检查一下 第一个四窗 第二个四窗 第三个四窗 第四个四窗 好 它是不是有四个四窗 是的 在这边一二三四 然后接下来 开启 Adobe Premiere 我早上已经跟各位分享过 所以我要直接教 素材怎么把它全部交进来